不要囉嗦 牛渣湯 牛渣湯真的不行 太好吃了 牛渣湯本來又覺得是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以插個嘴嗎 怎麼樣 順序好快喔 先吃甜的 又吃鹹的 現在又回來吃甜的 我請問你 你會不會想吃完飯以後 你想吃甜甜 不會 可是吃完甜的 你會覺得有帶一點鹹的 你知道這樣交替 這故意要抓你 然後它這裡面牛渣湯 它不是花生 它是那個生果 很爽果 很大果 你知道嗎 而且最好的是 它那個牛渣湯 有的是印到那個給你 對 牛渣湯最怕 就吃到一咬牙才怪 對 我跟你講這更可怕的是 連美國人都喜歡吃 連歐洲人都喜歡吃 你知道 裡面是杏仁 它這個扛出去獸禮 裡面是杏仁 這個包很漂亮 沒有 可是扛的時候 它半斤一斤的 你這樣去 行李也是超多 它這裡頭是杏仁 真果 對 杏仁還有半顆耶 它是它的牛奶的味道非常的香濃 非常香 香到一個爆炸 我原來那個不是牛渣湯 這是黑糖 這是牛渣湯 黑糖 這個好吃 黑糖 因為它把它送去你家了嗎 對 我吃了 對啊 我還真的送它這個 對不起 我還沒有吃過牛渣湯 會一咬以後裡頭的那個 杏仁會掉出來 杏仁會掉出來 爽不爽 這個叫做阿黃 它很健康耶 它很健康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因為它不會黏牙 非常好吃 這個我真的沒吃過 非常好吃 它這個一咬下去它就裂掉了 不是你牙齒裂掉 別的腸會害牙齒裂掉 而且它還有別的 我聽到 它家自己還做巧克力也很好吃 然後還有手工餅乾 我還要手工餅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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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突然好像是在過年以前 然後在購母海 然後擺了這個 接下來 如果要彈奏要經過的話 旁邊誰要去記住好不好 馬上就打著好不好 真的 真的 我想聽 我想聽到的黑暗 好幽默 是吧